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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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始人释迦摩尼曾是古印度的一位王子 29岁时 舍弃奢华的生活出家修行 最后在一棵菩提树下悟出了人生的真谛 创立了佛教 被尊为佛祖 公元前486年 80岁的释迦摩尼在北部印度一个树林中去世 弟子们哭泣着将他的尸体焚化 焚化后的尸鲁结晶体和尸体和尸体谷积的遗骨被称作舍利 由他的亲属和弟子们作为圣物收藏起来 释迦牟尼死后二百五十多年 古印度一位伟大的国王阿裕王 统一了部族纷争的印度 这位晚年皈依佛门的国王 为了传播佛教 将佛祖留下的舍利收集起来 重新分成若干粉 送往世界各地 建塔供奉 据说 这些舍利的一部分传到了中国 中国各地便有了佛教舍利塔 而法门寺塔 就是其中的一个 塔在佛教中 其实都是一埋舍利的标志 舍利塔在印度时 更接近于坟墓的样子 而在中国 则融合了传统的建筑风格 据说 法门寺塔在唐代以前是木制的 飞檐刁烂 如同高耸的宫殿 然而 那时的塔已不复存在 留在人们视线中的明代砖塔 也在1981年的那场暴雨中坍塌了 法门寺塔的倒塌 让当地的僧俗民众倍感哀伤 因为在他们中间 世代流传着法门寺塔下 买着佛祖真身舍利的传说 而对于考古学家来说 明代佛塔的倒塌 给了他们一个结实秘密的机会 虽然《史记》中 也记载着法门寺塔下有地宫 地宫中买着 释迦摩尼的一节植骨舍利 和无数珍宝 但从未有人能断定 这究竟是真实的存在 还是虚幻的传说 1987年春天 人们开始对法门寺塔 进行考古发掘 考古人员很快清理出明代的塔基 并在明代塔基中 又发现了唐代的塔基 在进一步对唐代塔基进行探却时 人们似乎有些紧张 民间传说和史书记载的地宫 与佛职设立真的存在吗 如果存在 是不是还保存完好 有没有遭到盗贼的侵犯呢 韩金科当时任 福丰县文化局长 是考古发掘的负责人之一 他最先发现了佛塔下的秘密 87年2月27号 我们对这个塔基进行发掘 打了一个世子太坊 到4月2日 洛阳才打到石板上了 绕土薄了以后 露出了一米建方的一个大理石盖 西北角 我们有碎石 三块碎石 人们把碎石抛开 一个地洞显露出来 这个时候没有塔无折无盖 就是时间多太阳直射下去以后 几下是云雾缭绕 看起来很神秘很壮观 在云雾缭绕的几下 就是金碧辉煌的经营器 尽管当时还不清楚地洞下面是什么 但人们知道 一个伟大的考古发现即将诞生了 考古人员迅速掩埋好洞口 然后按科学的程序 在塔基的正南面 找到了进入地宫的通道 在挖掘出十九级青石台阶后 一道石门显露出来 石门上刻着神秘的符号 这些符号并不是古印度的凡文 甚至不是任何一种人类了解的文字 直到今天 人们也没能破解他们的含义 也许它是抵御入侵者的 有神力的咒语 考古人员并没有因为咒语停止探寻 他们巧妙地打开了石门上 一把秀式的铁锁 后来发生的事情让他们知道 这把锁已经锁了一千一百一十三年 第一道石门后面 是长长的涌道 涌道的地面铺了一层厚厚的钱币 总数大约有两万枚 其中十三枚用代帽制成的纪念笔 是中国钱币考古的首次发现 涌道尽头又是一道石门 石门前立着两块刻满汉字的石碑 这块碑上的文字 记载着从阿语王分宋舍利于法门寺供奉 到中国历朝 特别是唐朝皇帝 供养佛旨舍利的盛况 而这块碑上详细记录着 为供奉佛旨舍利捐献物品的名称 数量以及奉献者的姓名 两块石碑告诉人们 那个神秘的佛旨舍利和无数珍宝是存在的 然而他们是在这座地宫中吗 石碑后面的这道石门很难开启 因为里面的建筑已经变形 当时我们打开这个地宫的时候 地宫里面全部是地上的 地底下铺的那个气的那个石头 全部都翘起来了 都是翘的 上面的那个顶子 它也是一个路顶的 那个顶子全部都折断了 有的石头就掉的快掉下来 我们都是爬进去 很危险 一次工作 一次工作面有时候一个人 有时候两个人 就是一个人在那工作 一个人在那旁边要看着 你说差错没有 而且要对文物负责 工作起来很困难 虽然由于塔深的巨大压力 地震以及年代久远 造成天顶和地面损毁 但考古人员发现 洞内放置的物品却安然如初 一千多年前的一件工艺品 仍然色彩夺目 有经验的学者马上辨认出来 这是一座阿玉王塔 它用整块汉白玉雕成 塔的四面雕刻着身姿婀娜的菩萨像 珠红色的裙裤和粉绿色的皮带 就像刚刚画旧的一般 在阿玉王塔四周的地面上 堆积着无数的丝织品 虽然经过千年岁月的侵蚀 丝织品都已成为褐红色 但从隐约可见的图案和缜密的精纬纹路中 仍能看到中国古代丝绸的滑贵与精美 而在一个白藤箱中发现的 已经沾成一堆的丝绸服装 更让考古人员兴奋不已 我们过去根本不知道 堂的皇家丝绸是什么样的 那么这一次我们发现了 那一个箱子 那个箱子就有780层 揭开就是400米 它一共有几百件衣服 里面有这个慧安皇太后的 甚至于包括吴三天的裙子 考古人员对照门外的 石碑 发现这些物品在碑上都有记载 这使他们能够确认 这些丝织品属于唐代皇室 其中武后绣群 就是指当时还是皇后的吴泽天 后来她成为中国历史上 唯一的女皇帝 而这妖绣群也是迄今为止 发现的唯一一件吴泽天的遗物 遗憾的是 大部分丝织品 已经碳化和部分碳化 在陕西省考古所丝绸保护实验室 来自德国的丝绸保护专家 安德利卡女士 一直在努力恢复这些 以前多年前的四制品 对安女士来说 修复的过程实际也是一次新的创造 她必须仔细地对比四制品的纹路 无法复原的部分 她需要发挥自己对丝绸的理解 用今天的技术来弥补 把碳化成块状的丝绸一层层地接展开 需要耐心和细致 也许一年时间只能揭开一至两层 但安德利卡女士 始终对这项工作怀有极大的兴趣 有很多小小的细节目 在工作的工作 但这些图案是很大 因为这些图案是很单独的 和美丽的责任 和责任的责任 和责任的责任 是非常非常大 非常大 在碳化的丝织品中 人们惊讶地发现 有五件醋金绣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是什么让它们阻挡了千年岁月的侵蚀呢 在显微镜下我们发现 这些金线其实是用黄金拉成的 它们平均只有0.1毫米 最细的地方仅有0.06毫米 比头发丝还要细 就是现代的高科技手段 也很难达到这样的工艺水平 正是这些镶嵌在织物中的金线 阻挡了时光的侵蚀 让我们在一千多年后 还能一睹唐代丝绸的阵容 这件微型醋金绣衣 有着短短的袖子 下摆的长度刚刚到达胸部 很像现代时尚女性的服装 其实这是典型的唐代侍女短袖上衣 在保留下来的唐代绘画中 我们看到了那时的美女 她们有着圆润的脸庞 俏丽的眼睛 高耸的发际 她们骄傲地展露着 丰满的胸部和白皙的皮肤 而所有这一切 都被她们身上那飘逸 滑美的丝绸衣裙映衬 在世界上久复盛名的中国丝绸 曾通过东齐中国西安 西至地中海沿岸的丝绸之路 传送到遥远的欧洲 给西方人带去了美丽 尊贵与荣耀 而中国丝绸工艺发展的鼎盛时期 是唐代 无论产量 品种 还是工艺 质地 唐代丝绸都称得上为 世界之罪 这在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上千件 四十多个品种的丝绸中 得到了印证 这些用真金纯银镶嵌 有着精巧美丽花纹的丝织品 让人们充满对那个 智慧年代的遐想 然而更多的遐想 还在地宫中 尚未开启的石门后面 为防止地宫突然坍塌 造成本物损失 考古人员决定 把最初发现的那个地宫中的宝物 先取出来 地宫位于法门寺地宫的后部 从已发掘的地宫涌到前室看 地宫的位置 应是地宫的后室 当考古人员揭开那块 已经破碎的大理石盖板 直接从顶部进入石发现 这间石室中摆满了珍宝 其中金银器具有一百二十一件 各种珠宝玉石四百多件 古代文献中曾记载地宫宝物 穷天下之庄严 即人间之幻力 显然 这种描写并不夸张 在金银器中 最奇妙的是这两个 流金银制圆球 它叫香囊 在球内的小碗中 装上香料 电燃后香气 就从镂空的纹室中溢出 当年 它们是被悬挂着使用的 为了防止香囊晃动时 香料流出 工匠们在内部 装了两个平衡环 圆球滚动时 内外平衡环也随之滚动 而香碗的重心却不动 这种平衡装置 与现在运用于航海航空的 陀螺仪原理完全相同 西藏相传是佛祖 释迦牟尼出行时 驱赶毒蛇害虫勇人 后来 演变成佛教权威的象征 这根长1.96米的双环 十二轮流金银锡杖 被称为世界锡杖之王 从帐上明刻的文字看 这是一位姓安的工匠造的 一共用取了黄金62两 白银58两 杖手两个金轮上 套着十二枚雕花的金环 金环围绕着两重 象征圣洁的莲花宝座 顶端是一颗象征智慧的宝珠 如此巨大而精美的西藏 在全世界的佛教法器中 是独一无二的 而在这里 它属于谁的呢 也许答案就在这道石门后面 这是地宫中的第三道石门 门上彩绘浮雕 是身着铠甲的金刚力士 在佛的世界中 他们是护法的勇士 在这里 他们守护着什么呢 第三道石门后 是地宫的中士 一顶硕大的汉白玉灵杖 几乎把中士占满了 灵杖顶端 罩着三件用纯金螺纹线 和丝线交织而成的袈裟 旁边还放着一双金丝绣鞋 显然这一切都是一种象征 但究竟象征什么呢 考古人员在灵杖后边 发现了一只已经腐朽的檀木箱 箱中装满了瓷器 初看起来 这些瓷器不过是 晚叠以来的生活用具 但仔细端详 发现这些瓷器的颜色 非同一般 《物章碑》里记载得很清楚 最重要就是这三个字 瓷 密色 瓷 密色实际上就是密色瓷 中国唐代一些著名文人 曾用华美的诗词描写密色瓷 他们形容这种瓷器 就像薄冰拖着青云 嫩合盛着露水 但由于烧纸工艺早已失传 现代人从未见过真正的密色瓷 这种瓷器成了千国之谜 为什么叫密色瓷呢 这个说法也不一意 过去五代十国春秋 它的解释就是说 那时候主要说是密色 好像是这个颜色 主要是叫宫廷使用 密而不宣 但是咱们现在考证了 它不是这样 为什么叫密色 主要是南方有一种草 密草也叫碧草 这种草 这个瓷器就是仿造它的这么样一个颜色 它是以青绿色 所以这个颜色也叫前缝翠色 就是像山缝 山缝里的非常翠绿的这样一个颜色 颜色给人的感觉非常清新 但非常典雅 中国人烧制陶瓷的历史已有几千年 在唐代 陶瓷的烧制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不仅出现了色彩斑斓的唐三彩 而且有了晶莹润泽的青瓷 而密色瓷就是青瓷中的顶级之作 密色瓷的烧制工艺非常复杂 每一件成词都是真品 在当时比金银还贵重 只能作为贡品献给皇室 法门寺帝宫出土的这些密色瓷器 不仅揭开了千古之谜 也让今天的人们有幸看到当年只有皇帝 才可享用的瓷包 相比之下 古代中国人并不擅长制作玻璃 但在法门寺地宫中市 考古人员意外地发现了二十件玻璃制品 在煤还没有被广泛使用前 玻璃制品几乎可以与珠宝钻石等价 而在当时只有许多伊斯兰国家 才掌握精湛的玻璃烧制工艺 因此考古专家相信 这些玻璃制品来自异域 这种玻璃器上的纹饰 有着典型的伊斯兰风格 课文玻璃在伊斯兰早期十分流行 但像这样完好无损保存下来的 整件器皿却极为罕见 这个玻璃盘被认为是世界上 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伊斯兰右踩玻璃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朝代 西安在那时被称作长安 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仪式 迎接远方的来客 从这幅唐代壁画中就可以看到 当时朝廷给外国人很高的礼遇 世界各地的商人 学者 史杰 汇聚长安城 他们带来了异域的文化 也传播了大唐的文明 地宫中的发现 不断让人们沉浸在兴奋中 考古人员又发现了这套标 有五个字样的差距 五个是唐代第十八位皇帝 唐喜宗的乳名 把乳名刻在茶具上 足见这位皇帝对茶具的真爱 这个从像这七五边缘的明文 记载来看的话 是当时唐喜宗皇帝自己用 他就供给了这个释迦舍利 所以这都是生活用品 唐代盛行茶文化 但当时人们不是饮茶而是吃茶 先用特制的茶碾把茶叶研磨成粉 用茶螺过细 再用水打搅成糊状 掺和香料放到茶炉上煮 然后倒入蜜色瓷或玻璃杯盏中品尝 这个过程就是显为人知的唐代皇室茶道 然而人们不禁要问 法门寺帝宫中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茶具 茶在这里又有什么含义呢 据寺中的僧人介绍 自古以来 大德高僧 本人雅士 乃至公侯帝王们 都把喝茶与领悟佛法 追求清净高远的境界 结合在一起 因此在佛教中 茶是供奉佛祖的圣洁之物 地宫中的一切 似乎都与佛祖有关 与蜜色瓷 琉璃器 和这些至茶的器具在一起的 还有这尊通体挂满 珍珠阴落的流金菩萨 他被小心地放在一个箱子里 菩萨高耸的发迹 富丽的头冠 显得无上尊贵 他手捧象征纯洁的荷叶 荷叶上 拖着刻有祈愿文字的银匾 在名文中 他被称为 捧真身菩萨 难道 他真的捧过那个神奇 而又神秘的佛祖真身 地宫内的挖掘 已接近尾声 只剩下前世的阿玉王塔 中世的汉白玉灵杖 和后世的一个 用丝绸包着的大包裹 没有打开 考古人远开始 小心地解开这个包裹 光彩夺目的宝寒露了出来 宝寒一层套着一层 最外面是檀香木的 已经朽烂 接下来是金 银 玉 珍珠象牵的各种宝寒 一共套了八层 最里面是一座 闪闪发光的纯金四门小塔 我把那个宝珠顶的 丹岩四门纯金塔动了一下 我发现它是可以移动的 然后我就把那个盖子揭开 揭开以后 你就在那个塔座上面 有个银柱 银柱上面套了一个白色的一个管子 这下大家全都愣了 这是什么 这是我脑子里面就反映 我就那个真身自闻塔上面 说是这个佛子涉猎 是高一寸二分 这个上旗下着 就上面是整齐的 底下是有弯曲的 上旗下着 高下不等 二胶有文 文并不彻 色白如玉少清 就它白颜色的玉 但是稍微发点清 然后是随些方大 中游隐积 我一看完全和字文上 说的一样 我就不得了 我说佛子涉猎发现 仿佛冥冥之中的安排 此时是1987年5月5日凌晨一点 在古老的东方历法上 恰好是佛诞生的时刻 那个千百年来在民间流传 在古籍中记载 在信徒心里摩拜的佛子舍离 真的在法门寺地宫出现了 然而人们激动过后 仔细鉴定 发现这枚舍离是预制的 难道真身舍离并不存在 就在人们有些失望地离去前 一位年轻的考古人员 无意间发现 一间清理空的地宫后室 有一个角落 有片松东的浮土 他们挖开土 一个密堪显露出来 密堪中有个不大的包裹 里面是一个秀极斑斑的铁函 如此普通的铁函 为什么要藏得这样隐秘呢 打开铁函 里面又是一层套一层 银函内是檀香木函 木函里有一只 镶嵌着硕大宝石的水晶棺果 最里面是洁白的小鱼冠 一枚佛纸 静静地躺在鱼冠里 这枚古致的舍离 毫无疑问 就是至高无上的佛祖 释迦牟尼真身之骨 接下来 人们从汉白玉灵杖和阿玉王塔中 又发现了两枚玉制的佛骨 尽管当时人们还弄不清地宫中 为什么会有一股三玉四枚佛纸舍离 但佛纸的发现 让人们激动万分 同时也震惊了整个佛教界 据史料记载 世界只有一枚 只有一枚植骨 就是咱们发生的这个植骨 所以它的这个出土 不像其他舍离 其他舍离还有同类的舍离 还有若干处 你比如说佛亚就有两颗 北京丁光寺有一颗 斯里兰卡有一颗 其他的就是结晶体的那种舍离 在咱们国家陆陆续续都有发现 但植骨是世界唯一的一枚 地宫中的所有珍宝 都找到了它们的意义 原来一切高贵与奢华 都是为了供奉这个巨世无双的佛职设立 而随着地宫中一个又一个秘密 被考古人员发现 一个久远年代真实的图景 也陷入在人们面前 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 是在东汉王朝 也就是公元一世纪 但直到唐代 这以外来的宗教才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在当时 不仅平民百姓 把生老病死悲欢离合 交付给佛陀 就连皇帝也把政权的稳固 国家的兴衰 寄予佛的保佑 正是在皇帝的支持下 唐朝僧人玄奘 独自步行几万公里 经过十五年的历险与其余 从印度取回了大批佛教经典 当佛教在他的故乡印度逐渐衰微时 却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长起来 同时他也滋养了中国的诗歌 音乐 绘画 雕塑 建筑 小说 甚至语言 佛教已经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 它已经是中国全种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走程部分 如果说你排斥佛教 那你说话你都不周全了 你好多你什么心情相应 打成一片 一针见血 都是佛教的话诚语 在唐朝 人们一直相信这样的神话 说法门斯塔三十年开启一次 把佛谷请出来让世人瞻仰 就会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唐朝第二位皇帝唐太宗立世民 在公元632年 命令开启法门斯帝宫 让人们礼拜佛旨 祈祷佛祖保佑平安 这个先例开创了唐代狂热的迎送佛旨活动 法门斯也因此成为当时全国最大 和规格最高的佛教寺院之一 据史书记载 当年法门斯拥有24个院落 数以千计的僧人在这里修行 法门斯帝宫中出土的文物中 有包括女皇武则天在内的数位皇帝的衣物 用具甚至头发 特别是这些刻着奉为皇帝尽造文字的奇珍异宝 都证明了唐朝皇帝迎送佛旨的事实 事实上 在唐朝三百多年的历史中 先后有六位皇帝迎奉过佛旨 每一次开启法门斯帝宫 都会引起人们理性的晕眩和情感的痴狂 不仅皇帝激进天下的奢华 清奉心爱的珍宝 就是普通的老百姓 也出动贵营 施舍财物不惜倾家荡产 然而唐代帝十五位皇帝唐武宗 却不喜欢佛教 他上台后翻布法令 抑制佛教并要毁灭佛谷 公元841年到845年 连续进行了五年的灭佛运动 法门斯当时受破坏罪重 这个石碑上记载 就是寄宫有个石碑 记载就是要把舍利 要叫到五宗的当面 要当劍碾碎 在这个时候 法门斯的活上莫照生命危险 把舍利 保留下来 给搞了一个复制的 把黄祭搪塞过去了 法门斯底宫中的四枚佛制设立 与这一说法吻合起来 一枚真身佛制是灵骨 三枚玉制佛制是银骨 银骨既是保护真身的复制品 又是真身的影响 就像有人把他们比作天上的月亮和水中的影子一样 能分虚实但不分真假 尽管唐武宗灭佛运动 很快就在皇权的转移中停止了 但此时的唐王朝 已经开始从盛世走下衰落 唐代第十七位皇帝唐一宗 为了祈求佛祖保佑即将倾他的大唐王朝 于公元873年最后一次从法门寺地宫中请出佛谷 迎到长安的皇宫中供奉 但礼活仪式还没有结束 这位皇帝就突然去世了 继位的皇帝只有十二岁 也就是那个辱名叫五哥的唐喜宗 他登基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归送佛谷回法门寺 公元874年的一天 在响彻云霄的诵经声中 人们哭泣着向地宫抛洒的钱币 随着巨大的铁锁 把最后一道石门锁上 唐代持续242年的迎奉佛谷活动 连同敬献佛祖的珍宝和佛职设立本身 被永久地封闭在了地宫 直至1113年后 考古人员重新开启地宫 他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封闭时的样子 那是千年不遇的让你遇上了 而且你是和皇家的行为结了鬼了 因为他当时是一个皇帝迎出去 一个皇帝送进来 然后我现在主持是 这就等于历史上 在空间上 时空上都结了鬼 尽管这个王朝在地宫封闭 三十多年后就结束了自己的历史 但它毕竟是一个充满梦幻般 浪漫色彩的王朝 是一个让所有中国人 都为之骄傲的王朝 那个王朝留下了无比辉煌的文明 也留下了惊世骇俗的宝物 其中就有那枚 由多位皇帝亲自迎奉摩拜的佛之骨 在地宫中沉睡了一千多年的佛之舍利 重新面世后 引起佛教徒的极度兴奋 2002年春天 真身佛之舍利被引请到台湾 接受台湾佛教节和信中的供奉瞻养 千年等待 等的是姻缘 也许如此隆重的仪式 如此虔诚的朝拜 注定要在今天出现 寺庙的生活依然如故 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变迁 僧人们一如既往地 在陈中木骨中诵经 在淡泊而严肃的戒律中礼佛 佛的世界充满玄机 当法门寺地宫中的珍宝 终于被转移到精心修建的博物馆展厅时 人们却发现还有更多的谜团没有破解 用大理石器的地宫 为什么全部涂成了神秘的黑色 为什么法器上凡有空隙的地方 都刻着各种菩萨像 为什么这些菩萨像 跟一般佛教寺庙中的不一样 所有珍宝的摆放 似乎是有秩序的 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秩序 又有着怎样的内涵呢 它有秩序 但是是什么内涵 我们当时说不清楚 自能归结为是 这里有一个记忆下 绝无仅有的礼佛阵用 就像所有的宗教 都有不同派别一样 佛教在传播过程中 也产生了许多派别 密宗就是其中之一 充满神秘色彩的密宗 有着神秘的教义 神秘的遗归和神秘的传承 藏族人信奉的喇嘛教 是密宗的一支 而唐太风靡皇家的唐密 是密宗的另一支 今天 藏密仍有着众多的信徒 而唐密却除了传播到 日本韩国一两之外 在中国内地 已找不到任何踪迹了 一种文化突然断层 这是人类社会的遗憾 然而法门寺地宫考古的继续 确实已经消失了 一千多年的唐密 重新被人们发现 这些神秘的菩萨像 按照某种秩序排列 在繁语中 这种奇妙的形式叫做曼陀罗 简单地说 曼陀罗就是凝结佛教精华的坛场 法门寺地宫 唐密曼陀罗 凝结了最尊贵的佛制舍利 最珍惜的供养法器 最高规格的易埋之所 还有众多最高等级的菩萨像 用佛教的话说 就是汇聚精华 辐射光芒 到唐密这个寂宫里面来 不是简单的烧香可套 每一个佛皇每一个菩萨 都代表一种智慧 按照密教的意愿 就是由于一般的双香可套 祇聚精华的智慧 契静到佛的智慧 把我们的认识变成佛的智慧以后 就成佛 它是这个 宗教是人类对宇宙万物的另一种认识 佛教密宗有着博大精深的毅力 有着严密完整的对世界的解释 今天 专家们仍在工作 仍在发现新的秘密 然而 要完全破解法门寺地宫中的秘密 似乎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和更深的思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